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离一箱二十五千克 现在小豌豆没种水果 各买了六箱 那问 你一共买了多少千克的水果呢 好了 孩子们 题目出来了 我们就先分析如何去解答 要求一共买多少千克 如果我能算出来 苹果一共买多少 梨一共买多少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是啊 可以这样算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求出每种各多少千克就可以了 那苹果一共呢 一箱是三十千克 一共买了几箱 六箱 就应该乘六 对吧 再来 同样 梨买了多少千克呢 一箱梨是二十五千克 一共买了六箱 六箱 再把这两个结果相加 就是总的 对吧 嗯 OK 我们写一本加法算式就可以了 好了 最后算是没问题吧 嗯 我们来看一下清楚的电子板 三十乘六等于一百八十 二十五乘六等于一百五十 所以最后算出来结果等于三百三十千克 做每一道题的时候 我们得看 这道题出了这样的做法 还有没有别的做法呢 当然有 来看下一个方法 来看 要求一共买多少千克 因为苹果和梨是不是都买了六箱 是啊 那我可以看一下 一箱苹果加一箱梨 一共多少千克吧 嗯 那六 是不是最后每一份都乘六就可以了 是啊 所以先求出来一份的 也就是一箱苹果和一箱梨的 OK 一箱苹果 三十 那一箱梨呢 二十五 这是不是一份的重量 嗯 那一份之后还得去乘六对吧 是啊 老师这样写对不对 不对 不对 前面是一个整体想先算 应该加上小括号 这个算式就没问题了吧 嗯 来看一下电子板的过程算一算 三十加二十五等于五十五 五十五乘六就是答案等于 三百三十千克出来了 嗯 虽然两道具的算法不一样 但是答案怎么样 一样一样的 那你来仔细观察这两个算式有什么特点呢 把两个算式老师分别写在这儿 这是不是第二个算式 嗯 这就是第一个算式吧 是啊 仔细观察 一个括号乘一个数 还可以怎么表示呢 是不是等于括号里的每一个数都去乘六了 是 括号里的它是也乘六了呀 嗯 这样的一个运算过程叫做什么呢 就叫做乘法分配率 你看怎么分配 一个括号去乘一个数的时候 等于括号里的每一个数都得去乘它 是不是都分出去了 是啊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小点睛 说两个数的和与一个数相乘 可以先把它们与这个数分别相乘再相加 用字母表示法表示为 一个括号乘一个数等于括号里的它乘以c 再加上括号里的它乘c是不是就出来了呀 是啊 好了孩子们 乘法分配率怎么表示完了之后 老师知道 在线下的时候 很多同学对分配率啊 让我不是特别好 我们呀 又把这个算式变换一下 希望你们记得更老 左边呢 用生活中的例子 你看 括号成一个数 括号像什么 一个圆圆的 扁扁的 是不是像一个大盘子一样 嗯 在大盘子里面是不是有很多东西 是啊 你看 一个一个的数 我们可以看成是一块一块的肉 你看 大盘子里面放了一盘羊肉 怎么办 现在老师想吃烤肉串了 是不是得拿一根签 把羊肉一个一个的穿起来 是啊 那那个竹签是谁 就是外面这个C吧 所以C先得去穿谁 A 穿完A之后 C还得去穿谁 B B 你看 这个过程 是就像用牙签在穿肉一样 一个一个都得穿 穿完还得连起来吧 是啊 好了 孩子们 这就是乘法算配率 好好感受一下这个过程 我们马上来两道题练习一下 好了 孩子们继续 老师这里准备了一道题目 让大家来判断一下 说下面的算法正确吗 老伴们 赶紧按下上屏键 自己判断一下 你觉得它算得对不对呢 好了 同学们 时间到了 我们不用把这个算式结果重新算一次 你就看一下它能够一分定律 是不是有一个数去乘一个括号 我们大不了怎么办 是不是先把括号里面都算出来 5加17得22 再用20乘22是不是就可以了 但是你会发现 它这个认识要用的是什么法 是分配率的方法 20乘了5 对吧 算询看对了吗 20得乘这个5 20还得乘谁 17 17才对 对这儿少了一个谁 乘20 所以孩子们 这个算是怎么样 错了 所以来看一下 一定要注意因算定律 这个题完了之后 我们赶紧就来 炼一炼 三倍率 来孩子们 说一句算 做一做 第二题 125乘以括号的40加8 我们可以怎么算呢 同样你可以先把括号里面都算出来 对不对 是啊 但是仔细观察 括号外面是谁 125 我们在上一讲就讲过 看到125去找谁 叫8 找8对吧 他两个放在一块是等于千 是啊 但是这个符号是什么 加号不是乘号麻烦了 那怎么办 也有办法把他两个放在一块 一个数 切成一个括号 是不是分配率 嗯 就等于125乘40 再加上125乘8 是不是分配开去了 嗯 所以孩子们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过程 好了 他两个非常简单 那125乘以40等于几呢 其实非常简单 把这个0折了 125乘8是1000 那125乘以4 4是不是只是8的一半 是啊 那当然结果是不是也就是1000的一半 等于500 500加一个0等于5000 所以5000加1000 最后答案等于6000 结果是不是出来了 嗯 好了孩子们 这条题 OK 我们就搞定了 那下一道题呢 老师希望留给屏幕前的同学们 你们自己去完成 按下下评件吧 好了孩子们来时间到 这个算是如何去做 你看 外面是不是有25了 是啊 看到25找几 4 对吧 刚好有4 太兴奋了 但又是一个括号 去乘一个数 这时候要注意了 不管括号是在前面还是在后面 只要是一个括号乘一个数都可以用分配预来做 那怎么去分配呢 是不是得括号里的每一个数都乘以外面的 这个鸭条穿右一样 嗯 先得用25去穿100 再得用25去穿4 所以100乘25 注意了 这时候看看 这是什么括号呢 减号 括号里连接这些数的是什么符号 我们乘完分配之后 连接这些算式的也是这个符号 明白吗 明白 所以减去4去乘25 所以100乘25等于2500 那4乘25等于100 2500点100等于几呢 2400 是不是2400 这道题就解决了吧 嗯 好了孩子们 我们来看一下清楚的电子办的过程 这就是乘法分配率 我们练习了一下 OK 以后看到一个括号乘一个数 咱们是不是都会做了 需要来 再来一道 这个题就变了 说让计算 12乘以99等于几 12乘以101等于几 孩子们注意了 这里面还有括号吗 没有 没有 那一个全是乘法的算数 我们就得注意 是不是有朋友说 嗯 有朋友说吗 没有 没有 没有2 没有5 没有4 没有25 没有8 没有125 如何去做呢 关键 来了 看一下 小豌豆告诉我们的 将接近整百的数 变成整百 你看 我们之前在做起的过程中 就会发现 一个算式 如果是几十几百 过几千 是不是太简单了 嗯 那现在呀 有没有一些数 它很接近整百呢 比如说九十九离谁很紧 一百 一百 太简单了 一百零一离谁也很紧 一百 也一百 那么可我可以把它变成一百呢 OK 变化一下 来看比起 那么十二乘以九十九 不数 我们喜欢十二乘以百 但是宝贝们 老师这样写 你觉得对吗 不对 嗯 在横式的算式中 一定要保证上下一样 这明明成九十九 你怎么变一百的呢 我们得上下一样吧 嗯 那虽然变成一百 是不是多算了一个一 得把这个一怎么样 减 但这样减对吗 不对 就用括号括了起来 它是不是该等于九十九才对 是啊 好了 变到这一步 什么出来了 一个数据乘一个括号 是不是出来了呀 是啊 能不能用分配率来解决了 可以 好了 老师把这一步 交给屏幕前的同学 你自己去算 看看你算的结果 和老师大会讲的 是不是一样的呢 好了 孩子们来 时间到 我们来看 一个数乘一个括号 那就等于十二 先乘括号里的一个 一百吧 一百 再减去十二乘框里的另一个 那就是十二乘一 答案等于一千二百 减十二 等于多少呢 一千一百八十八 答案是不是出了呀 是啊 来 我们来看一下清楚的电子版过程 一千一百八十八 那第二道题 老师相信 你同样 也可以完成了 一百了一 一不好算 那把一百零一变成几呢 一百 那一百行吗 应该变成一百 怎么样 加一 对了 一百加上一 是不是一百零一 上下一定得一样 才可以 那好了 一个数乘一个括号 是不是分配率了 是啊 同样 同样 再交给屏幕前的你 自己来练习一下 赶紧按下赞品键吧 好了 还咱们来时间到 我们来算算 那就应该等于十二 去乘一百 再加十二去乘一 答案等于一千二百 二百加十二等于一千二百一十二 结果是不是抽来了 是啊 所以来看一下清楚的过程 好了 孩子们看一下小点击 乘法分配率 我们再来回归一下知识 一个括号乘一个数 等于括号里的每一个数 乘以这个数 但是你要注意了 如果括号里是加号的 我们是不是中间连接符号是加 是啊 括号里是减号的 中间连接符号 上面也是减 里面是什么 外面就有什么吧 好了 孩子们 这就是分配率 如果说分配率 我们反着过去看 又是什么呢 先休息会儿 待会儿进去